這間小小的魚當 就是琪姐經常來買魚的地方 你說它是否特別便宜呢 不是 但是買慣買熟 總是來這裡 今天看到有黃鮮 我想想要怎樣吃 我都未做過 下次來買 大家好 今天琪姐又去喝茶 喝完茶買菜 每次去喝茶 我會是打包的 這些東西是吃不完 會打兩盒回來 但是每樣都想吃的時候 就不要虧待自己 我今天去到 去一間藥材店 看到這些 日本的蠔豉 又多乾身 多香 我買了一包 50元 用來煮粥 我的兒子都很快回來探車 他們也喜歡吃鹹獸肉 皮蛋 我買了蠔豉 我買好了 老闆問他買不買法菜 我說法菜很少吃 法菜我試過做過 家裡的人不吃 我就算了 不買了 去到這一間 很多糧果買的 有時候我去一些專門買糧果店 都很貴的 但是這一間都OK 又買了一些冬薑 有時候 口淡淡的時候 就吃這些我媽媽的口粒濕 我以前經常見我媽媽吃的 我現在看到有 我就試一下 我今天去那間酒樓 喝茶有報紙送的 可以喝茶吃點心 看看報紙 我今天去藥材店 好 主要是 這麼大個人 第一次去看中醫 卡都還沒清 我試一下中醫 第一次去看 我真的沒看過 他開了一瓶藥粉給我 現在不用煲茶 他說你就是沖到杯裡 用熱水開了就可以喝 但是不便宜 一百多元 這些就是因為是中藥 就自費的 要自己付錢 就試一下 有些網友都說 卡姐你看中醫 在加拿大看中醫 一我真的這麼大個人 沒看過 二我都沒吃過這些中藥 那我今次就試一試 我希望就是 真的試一試中醫可以幫到我 這隻就是限量版 西西包 是縮一燒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知道 我已經買了兩包 我的酸不知吃不吃 我買了兩包 我買了一包 這個真的是日本出的 他就說是一些 全部都是海鮮 小小包 我亦都買 看看給酸吃 不知道吃不吃 買定吧 老牛剪 買了 這包是12.65元 這包是多少錢 又是12.52元 都差不多了 這些是否叫金錢剪 唐人叫金錢剪 我一做就會做完四條 我今天就看到有這個芋頭 現在就便宜了 我今天就去一間比較小型的超市買的 多輕 多好 這個買半隻 你當買油水 側魚很新鮮 很美 我今天就買了這條 就是13.98元 拿來清蒸 買了菜 喝了茶 出了街 很開心 每天都 有些菜買 就出街 我就不會喜歡 一次去買很多 因為一次去買很多 你回來 你就要吃光 現在其實我的雪櫃很滿 所以就要忍手 要吃光 可能遲些 如果天氣好 咳又好 又去玩 又去旅行 去哪裏 不知道 什麼時候去 也不知道 一定要等到咳好 因為這條是油水的 湯 我就一定用來清蒸 我身邊人對清蒸魚 就不敢興趣 他覺得那些肉不一般 無論是石斑也好 他釣了回來的很多魚也好 很多時候清蒸 他只是吃少許 但是整條煎 整條焗 他又很開心 起到菲拉 我今天這條油水魚 我沒有理由拿來煎 或者是焗兩片菲拉 所以這條魚 多數是 琦姐一個人吃 胸口吃光 當一頓飯 因為 這些蒸熟 一定要吃光 如果隔餐 又沒那麼好 我現在去蒸魚了 看到網友留言 很關心琦姐 聽到琦姐說話 聲沙 都感覺到 真是我很溫暖 真是 霧現感激 所以 我做這個 視頻 有時候 我覺得 退休之後 真是 周圍都是很多朋友 這些朋友 真是 我不知道 這些網友住在哪裏 我今天回答一個網友留言 他說 廚房油煙大 怎麼辦呢 我很多時候會點蠟燭 放在座台上 這樣 就盡量去披掉油煙 盡量去披掉 這條側魚 最重要是 你叫湯魚的師傅 就 割開這個腹膜 裡面有一條血污 一定要清出來 不是很腥的 割開它出來 就開始 可以 洗乾淨 印到它乾乾 它就沒有那麼多水 蒸出來的時候 魚棋 魚尾 那些 我盡量都剪掉 這些 一個人吃可以 卡姐也想吃 但是卡姐身邊的人 她又不吃蒸魚的 她要吃焗的 魚 或者煎的 我自己吃 好了 這樣 我們就去蒸它了 現在我放兩片薑在底部 為了容易熟 容易蒸得好 很多人在這裏切一刀 切一刀兩刀 我不喜歡切到魚 這樣花光 我就在哪裏切呢 我就會在旗這個地方切 這裏是最厚肉的 我們偷了一刀出來 它就快熟了 這裏 偷一刀 這裏切一刀 這裏也是 我的兒子 像鬼仔一樣 不吃蒸魚 不喜歡吃蒸魚 沒有辦法 我女兒也喜歡吃 令到我女婿都喜歡吃 蒸魚 這樣我們是不是切開了 這條魚 這是中間是骨 這裏切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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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整條魚很完整 現在我把2片薑在底部 這樣去蒸 就不會是 魚會很完整 蒸出來 everything很美 帶火 下去蒸 我一般蒸8分半鐘 那條魚會煮熟 肉很嫩 沒有蒸過火 我照顧時間用來 但我父母常常蒸7分鐘 7分鐘左右一條差不多一磅半的魚 還有少許肉黏在骨頭上 但吃魚時有少許肉黏在骨頭上 最嫩的是剛熟的 因為拿出來的時候還有點黏在骨頭上 所以我拿出來真的剛剛好 但現在這些魚多數都是養的 人工自養 我為了保險一點 8分半鐘甚至9分鐘 真的剛剛好 是很嫩滑很好吃 用薑爆香 滾了油之後淋在蔥絲上 蔥絲不要切 放在魚上的蔥絲 用手撕 然後用冷水浸泡 自然的蔥絲就會彎起一團 很漂亮 現在我把蒸魚豉油放在旁邊 不要在上面淋下去 這樣魚肉才是白白 你要吃的時候就點油來吃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 我相信很多時傳統的家人 如果你是中國人 都會買一條魚摘連 不論是買側魚也好 買石斑也好 但是在我們北美洲 游水側魚 都是屬於漂亮的魚的了 石斑就很少買到游水的 有不是沒有 但是很少 所以很多人覺得 或者是亞洲人 就說 有側魚拿來上桌的嗎 其實在北美洲 有側魚不便宜的 7.99元一磅 我今天去的餐廳 便宜1元 6.99元 現在是不是很漂亮 很滑 很好吃 這條魚就是這樣 又快熟 還有割了兩刀魚背 那些魚肉就可以餵小鸚仔吃 也沒有骨 很棒的 我出了蒸蘿蔔糕 馬上有個小侄女 她是CBC 她就跟我說 她說 阿姨 你再說清楚一點 蒸糕的材料 還有怎樣去選擇蘿蔔 蘿蔔要選擇重手的 還有表皮要很光滑的 不要皺皮 皺皮要收水 重手的 水份夠 然後那些材料 我現在就再說一次 那我就找回一些 我未曾放在視頻裡面 那些我就放出來 再看一次 我想應該就可以了 很容易蒸的 蒸多一兩次 自己就有心得了 這些食材我現在就再說一次 蒸蘿蔔糕的材料 這裡有蝦米 浸了 這裡有絲細的瑤柱 這是叉燒 這是辣肉 辣腸 這是切了有絲的蘿蔔 這裡是兩包芝米粉 加五湯匙燉麵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相信這次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這位小女兒就去試試了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